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UAC ULTRA 我們這次來到的是第五關 Heartwear 一開始先把這個油桶打爆掉 退著過來 這樣後面這個陷阱就會打開 如果不把那個油桶打爆掉的話 很有可能出現一種情況 就是這個油桶被小鬼打爆 然後我們就遭殃了 把那個油桶打爆掉 然後可以把這些小鬼清掉 好吧 往前走 他忘了 他有看到這裡有一把BFG 然後這把BFG是由 你看到1234 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由四個特種的按鈕擋著 發動這個 打動這個按鈕 這個不是拿BFG的 而是拿到DM點是個狂暴包 我老是忘了這個陷阱 這個陷阱我覺得還是相當危險的 好了 小血量嗎 都是大的 所謂了 這個盔甲 幫這個按鈕降下來 這關的難度我覺得還是蠻高的 不能小看這一關 我應該用機關槍的 後來呢這裡有一個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沒事我都會露一個呢 是後面這個是另外開出來的嗎 現在看起來是的 正好回來把這個機關槍子彈撿一撿 這裡 這關的難點在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這兩個是沒辦法拿了 好吧從這個地方走 實際上這個是一個傳送器 只是我們看不到它傳送了 如果你看地圖的話呢 是可以看出來這個是兩個部分來的 兩個不同的部分 好了 這裡準備好機關槍 放動這個按鈕之後呢 把這些敵人都射了 然後我想說 本來不想用火箭發射器 但是這一關呢不用火箭發射器可能會比較難搞 所以說 我還是用火箭發射器了 這裡就是第一個要用火箭發射器的地方 效率好像好糟糕啊 好了全部幹掉 之後呢可以收集一下這些子彈 這個是第二個秘密地點 我覺得這個秘密地點一點都不秘密 裡面呢它寫的是溫度低於冰凍點 實際上它做出來的東西就是一個傷害地板了 放這個按鈕之後呢就可以繼續往前 往裡面走 這裡給的防護服還是比較多的 所以說都是不太需要去擔心 對這裡有三個痛苦元素 所以說對於這個地方來說還是非常煩人的 你就慢慢打吧 沒有辦法 這機槍手 我打不動它這個有點煩人 然後第二套防護服 我打不動它 死了 OK 然後這邊之後呢 放這個按鈕 這樣的話會打開一個這個傳送門 然後我們要做的是過來這裡 看到這裡有一個那個靈魂球 然後後面這裡其實有一個按鈕 後面寫1 在那個方向呢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這個就是打開那個BFG的其中一個按鈕 好 注意這裡 進去之後呢 馬上會面對這個地獄騎士 這個地方呢比較窄 所以說打起來可能會比較難受 這個地方呢只是把你傳送回裡面這個地方 但是我們沒必要再回去了 好了 往前走 不是這個地方 不是這個地方 確實不是這個地方 被打了好痛 上來之後呢 會觸發兩個地獄男爵 這個地方呢 如果你覺得沒有信心在這麼窄的位置處理它的話 我覺得火箭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不過我剛才 對我打幾把火箭已經很不滿意了 所以說 這個硬撐的我也是要 用這個的 在這個地方拿到紅藥石 剛才 如果沒說清楚的話 好吧 全部敵人蓋掉之後呢 這個地方實際上是我們一開始 在這個邊上看到這個地方 然後跳下來 這裡是一副大盔甲 然後呢順著這個邊緣走過來 這裡是打開那個BFG 在哪 在這 打開BFG的第二個按鈕 它還做了那個 半透明的那個像玻璃一樣的效果 所以說你真要這樣看呢 看的不是很清楚的 好了這個地方呢要用火箭 幹掉之後呢 就站在這個角落就可以把這個幹掉了 如果不用火箭的話 我們會被兩面包夾 沒有地方可以躲 這樣的話會非常的郁悶 我從頭這個傳送器回來 這個就回到了一開始這個地方來 我們可以看現在 1 2打開了 這裡呢 往前走一步 往前走幾步這樣的話這個橋就會升起來 我們就是想讓這個敵人過來 實際上可以讓他們幹幹架是吧 但是沒有好好的利用這一點 這是我的失誤 好了三個方向有機槍手 這裡是一個 這裡是一個 這裡呢還有一個 第三個按鈕呢在這兒 這裡跳下來 用槍打就可以看到3了 趕緊回來 這個是黃門 通往最終出口 先把那個處理掉 這個按鈕呢打動之後呢 我們趕緊往這邊走 可以拿到這個靈魂球 是 第五個秘密地點吧 我不太記得了 只是數不清楚了已經 好了這裡等一下呢 又要用火箭了 可以的話呢 可以把這個敵人拉到這裡面來殺 尤其是這些大怪 小怪就隨便讓他在外面就外面吧 所謂吧 因為等一下呢 發動按鈕之後呢 會有兩個火人衝進來 不要讓他復活這些大怪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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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搞定 然後黃曜石 這裡呢可以把子彈收集一下 這個WARD可能是 比較少見居然是先拿BFG再拿電章槍的WARD 剛才這裡是有一箱子彈 所以我要回來拿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坐著這麼慷慨是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 中心區域就是我們的出口了 這個地方呢 中心區域就是我們的出口了 這個中心區域先走 這個下層 這裡有蠻多子彈不要浪費 這些地方都是比較狹窄的地方的戰鬥啊 所以說一定要小心一點 另外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這一關有一個秘密地點呢 我是沒發現出來要怎麼標記 我覺得可能是設計失誤 並不是真心的 到時候我可以聊出來地圖給大家看到底是哪裡 把機關槍用掉一點 把機關槍用掉一點 好 這往前的是這個胖子 好搞定 這關的這種大怪還真是相當相當的多 我想說 這個地形不好弄啊 不等他下來的話 他看來不下來 這個位置 比較窄 所以說 唉 受了很多傷 算了無所謂了 打開這個門 這個胖子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去 三槍總是打不死的 但是這次好像比較順利 他下來 秘密地點 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按鈕是吧 開槍打動之後呢 這個地方就會降下來 然後傳送回來 那這個地方四個都打開了 那我們就可以拿到這個BFG 再通過 這個傳送器傳送回來 那就正好會回到這裡來 那就正好會回到這裡來 這個陷阱 幹掉 然後這個盔甲呢 這裡馬上會出來非常多的小鬼 放用這個按鈕 這會觸發幾個機械蜘蛛 從這裡踏上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這裡拿到一個狂寶寶 他有點忘了 唉無所謂 最後一個秘密地點呢 是在這 我們可以看這個地圖啊 上面這一格是不是也標記了一個紫色 本來這個地方應該踩上去才是秘密地點 但是 這個地方無論怎麼樣我都是上不去的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一個標記事物 所以我就帶著六個秘密地點就算了 我們可以回頭 回到 一開始下來的這個地方 唉 他直接上去了嗎 我想進來先把這個子彈拿 那如果你踩了之後他上去了 你要重新回到那個地方去 把它弄一下 我以為是 一開始那個才可以 看來不用啊 這裡回來 再發動一些這個按鈕 看來任何一個都可以上 還是不要在他邊上上去 從這邊上吧 剛才就不應該用那個 剛才就不應該用那個拳頭的 好了201個敵人 六個秘密地點 就是這樣了 我最後一個秘密地點 就標記不了 就標記不了了 我忘了這裡還有子彈 就是 我剛才就是想回來拿這些子彈的 但是一下忘了哪裡 具體這些子彈是放在什麼地方 結果 又要我重新跑一次 我不是還是 說真的我不是特別喜歡這個設計 好了過關 這個第六關 Hardware就 第五還是第六關 第五關Hardware就到這裡結束了 這一關沒辦法拿到 100%秘密地點 我也給大家解釋過了 不過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BFG 居然不算一個秘密地點 我覺得BFG應該是最難找的 我們要找到四個對應的這種按鈕 才能夠真正的拿到BFG 但是BFG卻不當成是一個秘密地點 其他那些 不是 無關緊要 有一些 比較無關緊要的東西 那就算秘密地點 我就不太明白為什麼了 這一關的難度呢 可以明顯看出來 提升比較多 在狹窄的地方 戰鬥有非常的多 然後又有這個 非常不合十一的火人的出現 就是這樣了 那 不得不說這一關 最後的那個設計 就是那個上升平台一次性 每一次你錯過了機會 或者重新掉下來之後 你要重新回去 再發動那個按鈕 那個設計 我不太喜歡 其他我覺得都還好 那 這個 這關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見面是 第六關 Collapses 系統崩潰嗎 這是 那我們今天視頻就到這裡 收看我們下次再見